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高台ARC 一日 火燼大營 五重心 我現在要來開尾料 我們為何要拍航太產業呢 因為航太產業與政府積極推動的5加2產業有很大的關係哦 各國發展航太也可以提升很多相關的工業水準 因為航太產業的加工水準要求是最高的 在各國都積極往太空發射衛星時 台灣也有人在這塊領域努力中哦 就是人稱火箭大叔的吳宗信教授 投入火箭研究不只要讓太空夢實現 也期望能改變台灣產業的現況 以火箭重拾台灣自製的信心 早上要跟您報告一下目前APPLE10的任務規劃 那我們請均勻來做一下 開產跟脫節時機的獎金 OK均勻 好 整隻APPLE10從地面發射 那到64公尺的時候第一箭引擎會燒完 然後進行脫節 開完會之後我們來介紹一下火箭的基本原理 火箭基本原理就是利用牛頓第三定律讓它飛上天 那我手上這一隻是火箭的雛形 它整隻是用紙做的 可以看到後面其實是它的固態燃料的部分 那連上點火電路 然後這邊有一個啟動開關 接上電池 我們就可以進行小火箭的發射流程 好 發射倒數 5 3 2 1 我們火箭有分成相關多的環節 那其中一個環節就是我們的地面測試 那這一組就是我們的小型推遞測試平台 那推遞測試平台包含Lowsell 流量計 開關法 壓力計 還有我們組裝好的引擎 那這些Sensor都會連接到我們地面站的電腦做資料分析 那我們為了達到引擎的最佳化設計 我們有做了好幾次的重複地面測試 那接下來我們就帶你們去看其他的火箭環節吧 這是3D鏈印機 隨著科技不斷的進步 3D鏈印的技術也不斷的提升 在火箭零件上 也有許多用3D鏈印所印製出來的產品 像是我們Apple 10這次所使用的交流閃閃桶 以及補架的支撐材 都是由這台機器所印製出來的 因此3D鏈印技術對我們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工具 接下來我們進行第一節引擎燃料的調配 首先這是我們的三泥唇 這是我們的硝酸甲 這是我們的氧化鐵 那一一定比例混合秤重之後 我們會倒到我們的紅色罐子 那紅色罐子我們放到我們的滾筒機上面 進行滾 然後做均勻攪拌的動作 經過幾個小時之後 我們會把我們的滾筒機裡面的燃料 取出來 然後倒到我們的烤盤上面 做鋪平 然後做一個均勻混合的動作 好 當我們的燃料烤盤融融狀態之後 我們就把它裝到我們的水管裡面 那灌成藥助 那這就是我們的成品 第一節引擎燃料的藥助 這段是我們的航空電腦 它主要負責的任務就是 火箭在飛行的過程中有很多重要的事件 比如說引擎的啟動 以及降落傘的啟動等等 那航空電腦就會根據當下量測到的一些數據 來做出相應的動作 這裡面包含了供電系統 飛行控制電腦 以及在後面這邊有一些姿態感測的元件 以及控制電路 那我們剛剛看了小火箭的製造過程 也了解了火箭的一些原理 那由於我們做的是探空火箭 那它會需要對高空中的數據進行一些採集 那我們使用降落傘來做回收的動作 好 我們目前正在縫製的是 APPLS第二節降落傘的部分 那它主要是要讓我們的航電系統能進行回收 然後分析數據 剛剛縫製完降落傘之後 我們把傘放在我們的閃通裡面 閃通連接我們的點火線路 跟那個啟動開關 最後連接電池跟接上電路之後 我們就可以進行開傘的測試了 好 測試倒數 3 2 1 接下來進行脫節系統的介紹 這是我們第一節引擎 這是第二節引擎 那中間這是脫節機構 它的目的就是當第一節引擎燒完的時候 會把不必要的重量捨去 好 接下來進行脫節系統的測試 脫節機構裡面會含火藥 連接我們點火線路 到我手中的點火電路 那待會開關打開之後就可以 可以啟動我們的脫節機構 好 測試倒數 3 2 1 這樣就完成順利的脫節 我們這次四條飛行 Apple 10 要發射的時間 我們現在有定時在11月中旬 發生在新特鄉山的濕地進行發射 日後要發射進行 我們需要準備很多後勤的工作 這個過程我想有很多工作 要做 這個過程就讓大家提醒 這個團體合作的重要性 最後我要向各位青年朋友建議 你若是對這個太公 尤其是火燃的商業有興趣的話 你放要有兩個基本的條件 第一個就是要不怕失敗 第二個就是要勇敢去調整困難 這是你一定回答的 我想你如果有這兩個條件 基本上你就能成為一個火燃的客家 這兩條件 你是唯一的 字幕提示